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三天后突然有钱的六大生肖快来接。 今天我要给大家揭秘一件,让人心跳加速的事情,那就是三天后,突然有钱的六大生肖,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激动?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六大生肖都有哪些吧? 生肖蛇,首先要说的就是生肖蛇了,鼠蛇的朋友们,你们可真是幸运儿,你们天生单纯,天真,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愧是大家都喜欢的人了。 三天后,你们的运势将会大大改变,事业上会有很大的突破,财运也会开始旺起来,说不定还能中个大奖哦,真是羡慕死了。 生肖蛇,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生肖蛇。 鼠蛇的朋友们,你们最近是不是感觉,事业运不是那么顺呢? 别担心。 三天后,你们的运势将会迅速回暖哦。 工作中会遇到贵人相助,领导也会器重你们。 上次阅读到该位置,继续阅读钱包,都装不下赚到的钱了。 如果你们喜欢投资,那就大胆去做吧,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生肖牛,再来说说生肖牛。 努力的牛牛们。 三天后,你们将会收获非常多的回报。 月底财富收入特别好。 人脉上的投资,也会有第一笔收获。 让你们睡不住觉呢。 看来,接下来的日子,会是金银财宝满满的呢。 生肖狗,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是有助强大技能的人才。 你们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断去研究、学习。 身边都是优异的人。 三天后,你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工作上可能会有提升,或加薪的机会。 出路非常好。 将来必是大富大贵之人。 生肖鼠。 小鼠的朋友们。 你们一想天开,智商极高。 会观察一切的超人才能。 而且还是理财高手。 三天后,你们的好运会如快马加鞭板。 财气提前到来。 看来这个月,你们会赚的是金钱满库。 财大气粗啊。 生肖猴。 最后,我们来说说生肖猴。 肖猴之人聪明伶俐。 行动能力很强。 坚韧不拔。 三天后,你们的运势会明显好转。 偏财气也会逐渐上升。 越来越旺盛。 让你们得以赚到大把钞票。 所以,鼠蛇、羊、牛、狗、鼠和猴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 接下来的好运了吗? 记住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咱们一起加油。 大家都能够发财致富。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鼠兔,鼠牛,鼠鼠人。 下半年运势大盘点。 这四个生肖,最近转运有佛祖保佑。 年底有几笔横财要发。 生肖鼠,在繁忙的世界中。 鼠鼠的人以其机智,和敏捷的思维, 赢得了无数的喜欢。 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创新思维,和冒险精神。 这使他们,能够在投资领域获得成功。 预计在下半年,他们将有机会增加工作机会, 获取更多的收入,并得到重要合作伙伴的支持。 同时,他们在爱情方面,也将拥有一段美好的旅程。 与理想的伴侣共享甜蜜的时光。 鼠鼠的你,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坚持你的决定。 财富和幸福将伴随你。 生肖兔,温柔,善良,和蔼可亲的鼠兔人。 在人群中总是能够脱颖而出。 他们以其善解人意,和细心周到而受到他人的喜爱。 预计在下半年,他们将会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丰富的收获。 如天丁增幅,以及在工作,投资上的财富增长。 同时,他们的爱情生活,也将充满浪漫和甜蜜。 为了保持财富的持久增长。 属兔的你应该保持,谨慎和理性,合理规划财物。 生肖牛,坚毅,勤奋。 刻苦的属牛人以其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众多人的尊敬。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丰富的财富。 预计在下半年,他们的努力将得到回报。 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生活。 同时,他们的爱情生活,也将步入稳定的阶段。 享受亲密和和谐,然而,属牛的你应该记住。 虽然财富增长很重要,但保持理性和谨慎。 不贪心,合理利用财富,才是长久之计。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珠,请珍惜三个人。 一个陪你一辈子,一个令你逢兄化吉。 一个祝你钱财滚滚来。 属珠人天生好命,天生有福气。 钱财滚滚来。 不愁吃穿喝,是典型的福气生肖。 有一些比较迷信的说法。 娶了属珠的人当老婆,一辈子不愁吃。 干事非常专心。 一旦决定好方针,便会将悉数的精力投入。 珠年生的人思想单纯天真, 不会与人斤斤计较。 他们绝对不是诈气。 和出卖朋友的人,坦诚真意很能容忍。 珠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但其内心的却是十分丰富的。 属珠的人大多数对所有人, 十分仁慈宽容。 当你为一点事争吵的时候, 你总是礼让三分, 不会斤斤计较。 你的仁慈宽容的优点, 使你与异性、交往中, 十分讨人喜爱。 因此适合创造性工作, 如文艺创作者, 发明家、改革者, 九月份的属珠人, 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 所以能够获取家财万贯。 所以生肖属珠的人, 他们今年能够摆脱太岁的影响, 2023年没有达成的愿望, 和心愿在2024年都能如愿。 贵人的指点之下, 就能够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解决。 属珠和属鼠, 彼此对对方有很强的吸引力, 两人都力求营造一种 亲密无间的气氛。 他们待人友好, 善于交际且精力旺盛。 家庭、朋友和共同的兴趣, 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对于他们有关的事, 总是主动介入。 观点鲜明, 属珠的人遇到属鼠的人, 相处愉快, 亲密无间。 如果是同性, 会成为好兄弟、好姐妹。 如果是异性, 会成为陪伴你一辈子的伴侣。 遇到属羊的人, 遇事逢凶化吉, 凡事不必太过忧虑。 遇到属虎的人, 可以带来意外的收入。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2024青龙守财年, 这五生肖有财龙常伴。 谁家要有一个? 全家大富在望。 青龙是, 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神秘力量, 代表助财富和繁荣。 青龙的代表力量也会保护我们, 让财富和幸福降临, 到善良和有准备的人身上。 在青龙年的背景下, 某些生肖的人, 不仅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而且也更容易在家庭生活中, 获得幸福和财富。 今年五生肖的人, 常有财龙相伴, 家庭兴旺、平安。 虎年出生的人在龙年, 可以得到特别的恩惠。 他们将在事业上取得新的突破, 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老虎是勇气和信心的象征。 在青龙年的影响下, 他们可以在投资, 或创业领域取得成功。 他们的财务幸福感也会提高。 上次阅读到该位置继续阅读, 他们有望获得更多的收入和财富。 如果你家里有虎年出生的人, 那么恭喜你, 你也可能会受益。 兔年出生的人天生洞察力敏锐, 人际关系良好。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们将有很多机会, 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而且, 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 会经历更多的突破。 就业和报酬前景, 也会得到显著改善。 但是兔年出生的人, 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形象。 这样才能更好的, 赢得别人的信任和支持, 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成功。 龙是无可争议的十二生肖之王。 属龙的人能够在事业上, 达到新的高度。 他们的决策和策略会获得, 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龙年出生的人, 天生就有很强的自信和创造力。 在龙年, 他们将有很多机会, 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他们的财务幸福感也会提升, 有望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 如果你家里有属龙的人, 那么恭喜你, 他们会给你的家人, 带来更多的祝福。 2024年, 生肖龙的人受到青龙的庇佑, 事业更加繁荣, 财运更加旺盛。 如果家里有属龙的人, 他们会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幸福。 老鼠是一种非常聪明和灵活的动物。 他们善于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 为自己和家人创造财富。 鼠年出生的人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也会改善, 有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2024年, 生肖鼠受到青龙的庇佑, 事业更加顺利, 财运更加旺盛。 如果你家里有属属的人, 恭喜你, 他们会给家庭带来 更多的财富和幸福。 马年出生的人, 积极进取挑战精神, 在青龙财年, 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他们的事业发展会更加广阔, 也会有很多机会, 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明年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预计他们的收入, 和投资回报也会增加。 马生肖的人干尽十足, 进取新墙, 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成功。 2024年是青龙护财年。 这五个生肖的人, 可以得到财神爷的特殊祝福。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 快来为家人带去一份祝福吧。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 事业成功, 身体健康。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